多位房产专家公裁表示,现在的房价已经到了阶段性的顶部,从国家发展长效机制,稳定楼市,并提出房住不吵的决心来看,房价下跌有一定的可能性。 今天城市租客就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,倘若调控一直持续导致房价下跌,那么谁的损失最大? 国外曾经有人在房价下跌时大发横财,那么如果国内房价下跌,会不会也有人从中获利呢? 国内没有国外那种做空机制,那么按揭买房的家庭,无房当需,银行,开发商,炒房者,哪些能够从中获利呢? 以下内容尽代表城市租客观点,如有不当之处,立即休整,责任人,大成,按揭买房的家庭,前一段时间的一项统计数据,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。 全国有4亿人每月需要偿还房贷,这说明占全国3到4分之1的人口在按揭买房。 很多人认为,如果房价发生下跌,那么不管怎么样,自己住的房子跌点涨点都无所谓,房贷还是会继续偿还。 但是房地产毕竟是国家支柱产业,影响诸多行业,房价如果下跌,一般会伴随相关行业的崩溃,企业大量倒闭,财源失业都会产生,很多人收入都无法得到保障。 更加务力偿还房贷,因为房价下跌,银行会要求追加抵押物,并且房贷不会随收入的降低而下降。 所以,对于按揭买房的家庭来说,房价下跌并不是一件好处,也不能从中获利。 无房的刚需,有人认为,只要房价下跌就是买房的好时机,只要房价敢跌自己就敢买。 房价下跌对于一部分现天比较充足的刚需朋友是好事,能买到便宜优质的好房,但对需要房贷才能买房的朋友来说,可能就不是什么好事了。 因为房价下跌,银行会大幅度提高贷款的要求,甚至停止房贷业务,到那时,买房更难。 银行,房价下跌,换账增加,可能会停止发放房贷,银行会升回大量短工的房产。 低价拍卖,对于银行来说,只想将损失降到最小,银行显然无法从下跌中收益。 开发商,房价暴跌,土地价格也会降低,开发商不敢拍地,大量流拍将会出现,并且房地产开发也会停滞。 卖房的大幅减少,多数楼盘将烂尾,将会造成至少楼盘总价值15%到20%的损失。 炒房者 炒房者如果持有多套房产,背负大量房贷,如果面临房价下跌就会卖出止损。 而楼市买涨不买跌,房子肯定卖不掉,炒房者一部分会将其房断供,一部分有实力的可能会硬扛,将房子全部出租。 所以,真正受益的将是在房价下跌后,还有现金买房的这部分群体,城市租客多次讲过,对于当区朋友,多保持现金的流动性。 耐心等待机会,现在租房的性价比更高,并且国家发展租赁,房源通过58同城安选房,或机构将存量房升级,为品牌常租公寓。 房租也会回落,那么等待机会,房价回落,不用房贷买房,才是获利的好机会。 综上所述,一旦房价暴跌,谁的损失最大?会不会有人从中谋利?各位网友怎么看? 如有更好的看法,欢迎留言参与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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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